近日,陈坤为董捷新剧做宣传,直言董捷是我的。 十几年前,两人因击粉世家奥捷缘,可惜没走到一起,这次陈坤是在表白吗? 据说陈坤和董捷传过不少暧昧照,董捷每次生日,陈坤都会送上祝福,依然一对好闺蜜。 然,陈坤的好人员是出了名的,和女星们站一起可以毫不避嫌,周迅曾和他亲密合影,这发型是刚睡醒吧。 还有李冰冰就差没吻上去了,当然关系最好的还是赵薇,可以说从小好到大了。 01年,陈坤在湖南拍戏,赵薇千里迢迢飞起探班,便传出两人恋情,后来陈坤否认了,陈坤和赵薇携手走红毯十分亲密。 08年电影《画皮》里,陈坤终于如愿以偿,成为赵薇戏里的丈夫。 09年,赵薇和黄有龙面前曝光,但在花木兰的发布会上,陈坤毫不掩饰对赵薇的友情。 手拿新鲜巧克力和玫瑰相拥。 后来,赵薇传出怀孕消息,媒体想撬陈坤的嘴,陈坤笑笑说,他和自己的关系,可能比他和老公的关系还要好。 第二年,赵薇摆满月酒知情了陈坤和王菲两位明星。 从13年以后,赵薇和陈坤的现场互动就少了,往往只是在微博上隔空喊话,毕竟赵薇也是有家事的人,男闺蜜要注意避险。 但陈坤有没有爱过赵薇呢?陪伴十年,最好的朋友却成了别人的妻子,这是他坚持单身的原因吗? 谢谢大家